企业不应该这么害羞 政府也不应该不管 可是看来好像都没有太大效果 民众只好自保了 好 我们的独家掌握是 那么干脆现在有不少的民众 就自己来榨油 那么现在这个季节 刚好是苦茶籽采收的时候 那么桃园有一家 传承五代的传统油行 它是专门做茶树籽榨油代工 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苦茶油 有东方橄榄油之称 那么单价其实也不是太便宜 最贵的可能你一瓶 大概要上千块钱 但自从食安的问题爆发之后 民众是蜂涌而上 现在订单已经排到 两个礼拜以后了 苦茶油宣泄而出 这一滴滴可都是苦茶数字 提炼出来的 茶油行老店在食用油的风暴下 生意逆势爆充 只要是传统油行 几乎全部都爆量了 两三个礼拜后了吧 我的最多茶的就大概两千斤而已 一桶桶苦茶籽原料 全都是客户下定 一天至少得做150桶 原因就在 制法全公开 民众开安心啦 一勺接一勺 粒粒饱满的苦茶油籽 搅碎成粉末 150度高温热炒 油籽粉熟透变咖啡色 下一步蒸出胶质 做成茶油饼 让它变暖的时候 整个黏合住 油就出来了 十多块茶油柄在炸油机上排排站 老板还得用铁锤左敲右打 才能炸均匀 铁圈把它固定好 变成说里面炸的东西要有平均受力 才不会开倒出来 号称东方橄榄油的苦茶油 因为三斤的苦茶油籽 只能做出一斤的油 600磨一瓶 500多元起跳 最贵的还有一千多元 价格不便宜 生意还是好到 吓吓叫 比较纯嘛 你看现在的那个油 真的是真的吓死人了 谁敢吃啊 今年比较多 每年都100斤 今年就是170斤 就怕吃到假油 人人自为 老板也有套分辨 真假苦茶油的妙招 涂在皮肤上不油腻 三分钟内吸收 或是倒出来时有天然茶末 也可以从冰箱拿出来 顶层的凝固物 是天然油才有的冬化现象 眼镜一下子冷一下子热 受热它就容易 有产生的超油耗味 对 只要产生油耗味就不要了 那表示是已经变质坏掉了 现炸苦茶油 每个月营收标破百万 靠着不添加他物 误惑消费者的心 在黑心油风暴下 站稳正教 东森台讯五居民陈文杰 桃园报道